字幕提供 如果你選購的滴基金裡面 是有中藥材 那當然真的是不行 因為有些中藥材是會生血的 所以會讓你的那個 精血會流失的更多 但是如果你選購的是 單純的滴基金 其實OK的 因為在女性生理期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的精血會流失 你流失的是什麼 蛋白質 你流失的是鐵質 事實上 滴基金就正好幫你補回來 那另外一方面 我特別強調的 做月子的婦女 你好不容易懷一個baby 然後生出去了 你會發覺我的身體 就很想要掏空 你這時候 你就是要做月子 要把它補回來 那滴基金就是一個 非常好的 補充的一個 營養食品 如果是小產的婦女 事實上 你就形同 你剛生產完一樣 你的身體也是虛弱的 你的氣虛 血虛 事實上 你都需要靠營養素 來做補充 所以滴基金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補充的食品 只要你 不要選擇有 副方性的 有中藥材在裡面 其實都是安全的 有中藥材在裡面 有中藥材在裡面